教给保姆来当妈妈 保姆连普通话怎么样 连普通话都讲不好 很多还娶印尼的太太 泰国的太太 或者是找泰国的保姆 印尼的保姆 这样下一代会交成什么 所以现在下一代的语文能力 越来越低 就是父母不交 交给谁 交给保姆 保姆会不会用妈妈的态度 教小孩 不会啊 用什么态度 用仆人的态度啊 所以他对孩子是 百依百顺 所以孩子是侍宠而教啊 那很多那个保姆带出来的孩子 要出门的时候坐在椅子上 双手双脚一摊 干什么 帮我穿衣服 帮我穿袜子 穿鞋子 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不够 这些孩子到学校去啊 老师派工作给他做 扫地工作 他会跟老师说 老师我给你钱 你帮我做 完全没有 这种劳动啊 勤奋的态度 所以保姆 不能教出好孩子 不能教出好孩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还有另外一个代理父母 就是电视 电视 电脑 是吧 孩子一下课 马上就教给谁 教给电视 很多孩子一天看电视 看几个小时 哇 看好几个小时 这样教出来 教成什么样子 教成什么样 电视 电脑 里面很多都是 暴力跟事情的内容 所以现在孩子 脾气大不大 很多都有 暴力倾向 我的观察 不止男的 有暴力倾向 现在很多女孩子 也都很有暴力倾向 都看着一些 卡通这些电视 所以当我们 在那里赚钱的时候 到底我们的孩子 成长成什么样子 要三思啊 所以照顾 孩子至关重要 所以才强调 夫妇 有别啊 夫妇有别 好 诸位朋友 别在哪里 别在哪 别在他的 职责 别在他的职责 个人负责 责的本分啊 不一样 我们说的 男主外 女主内 男主外 女主内 因为一个家庭里面 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 经济面 要有经济啊 来维持一个家庭 另外一个就是 精神面 还有教育孩子 这一方面 两个重点 所以古代 男的负责 经济面 女的负责 精神面 负责 教育孩子这一面 所以划分清楚 每一个人 夫妻 彼此 尽心尽力 而且是互相 感谢 因为有先生在外面 努力 工作 家庭才能 不予 匮乏 而因为有太太 在家里 相夫 教子 才能够让先生 没有 后顾 只有 才能够让家族 后继 有人 所以他划分的 很清楚 那现在很多人说 夫妻假如 不一起赚钱 经济面 撑不了 各位朋友 你觉得这句话 有没有道理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话听起来 好像都很有道理 事实上 让你细细去想 不见得有道理 你赚带多的钱 带不走 而孩子的教育 却影响他一生 那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父母亲那一代 有没有很多钱 没有 可是却教出很多的 孝子 教出很多 刻苦 耐劳的 孩子 而现在这么有钱 教出了什么 教出了一大堆 好吃 懒做的 孩子 甚至于 都不会感恩的 所以到底是有钱好 还是没钱好 因为家里的生活 拮据一点 反而让孩子觉得 父母非常辛苦 的教育他们 父亲又很辛苦的赚钱 所以他们念念 是对父母的感谢 所以我们的上一代 为什么读书这么认真 为什么工作那么勤奋 念念想着父母那么辛劳 我要报父母的恩 所以他从小就有这个志向 读书不用人家操心 工作也会积极认真 所以祸中有福 现在人钱很多 福中有祸 孩子反而从小花钱很奢侈 因为你没有时间陪他 对他很愧疚 他要什么 你就给他买什么 而这个欲望一打开 田都 田不满 那你每天 啥事都是用钱解决 他会不会觉得 你父母很辛劳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起床的时候 妈妈已经在底下 煮早餐泡牛奶给我们吃 睡的比我们晚 起的又比我们早 所以每一天看到母亲在那里付出 我们的内心 都很感谢 很感动 现在我跟学生说 妈妈有没有煮早餐 超过一半的都说 妈妈还在睡觉 我们的早餐就是什么 就是三块钱 就是五块钱 又是钱 请问这五块钱 有变成早餐吗 有没有 很难说啊 有没有变成电视游乐 有没有变成电动玩具 有带上去 所以我教学的时候 常常看到孩子 九点多啊 饿得脸都发青啊 因为啊 把早餐的钱怎么样 花掉啦 没买啊 所以我们要多关心孩子的生活 点滴啊 不然他的身体 糟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不然他学到哪里去了 你都搞不清楚 多久了 好 你的 咱们 词 词